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密集召开中央全会是改革开放以后罕见的情况 三中全会将决定向全国两会提出人事建议名单 不过昨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了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显示人事安排已有初步定论 人大常委会还决定修改宪法宣誓誓词 将19大报告提出的2050年建成强国目标加入誓词中 彭博社引述四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 19届三中全会将在数日内召开 将决定人事任免及政府改革 并向全国两会提出建议 19大去年10月召开 紧接着是19届一中全会 而专门讨论修宪的二中全会已经于1月18日至19日召开 如果三中全会近日召开的话 将是改革开放后 中共中央罕有的在短时间内召集三次中央全会 《明报》报道指出 在人事名单中 教授瞩目的是央行行长 现任行长周小川适将退休 现任迎接会主席郭树清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均是热门寄人人 路透社引述消息称 作为副总理人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裁办主任刘鹤 也是央行行长人选之一 仿照1993年至1995年副总理朱镕基 兼任央行行长的先例 不过当年朱镕基身兼两职 是为显示中央遏制通胀的决心 兼职只维持了两年 央行行长就由戴向龙接任 有消息指出 中央数个部委在京召开会议 部署中共19届三中全会和全国两会期间的信访处置工作 说明三中全会确实快要召开 但现实离3月3日 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只剩一周 而据美国网媒报道 刘鹤将于本月27日至3月2日访美 此外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 今天闭幕 会议决定修改 2015年通过的宪法宣示制度 明确规定国家监察委人员 也要进行宪法宣示 宣示一事 应奏唱国歌 誓词最后一句 也将由原本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修改为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后者是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的目标 会议还审议了委员长会议 关于提醒审议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等议案 按照过往安排 全国人大主席团和秘书长人选 已可看出人事安排端倪 若名单已提交人大审议 说明人事安排已有定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截至1月底35个选举单位 共选举产生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2980名 符合法律规定代表资格全部有效 名单将于今日公布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其量为您播报的新闻